《倫佛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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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念佛就哭 也是情感这一块 心气这一块有点堵塞 他痛了就不哭了 念佛的时候慢慢就会通畅了 就是在情上 有一点点委屈吧 或者是什么 稍稍有一点就是 可能很久了点点滴滴 有些东西说不出来 就是你可能不爱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 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了 或者有些不满意了 或者什么没说出来 没在心里 一直没在心里 切长日久没着 就是没把自己的情感及时的表达出去 表达出去 然后没在心里切长日久 你一念佛的时候 那种力量就来 因为对佛来说 因为内心有很强烈的仰慕 跟宠敬之心 觉得这个佛是很有力量的 它可以救把你的 你对它是这样认知的 然后你在念佛号的时候 其实潜意识里面 你在依止佛的力量 它真的会起作用 它就会清理你这块预济的东西 就会念 就是清理干气这一块的 你继续念 不怕哭 你念念念就不哭了 干清理完就不哭了 我说我要擦这个脱底下擦脖子 行李母一边暂脸就擦 擦吧就先 就想念佛 嗯 念佛念一会儿 哭不怕 别念别哭 别念别哭 哭完了就舒服了 啊 而且哭哭哭就不哭了 他不会哭一身一辈子的 嗯 是 嗯 这事实上还会是 这事实上 好事情 嗯 哦 没事的 那是你叔叔修行过 嗯 你母一世修行过 修行 修行过 然后呢 你就是 可能当时没有修成功嘛 也修行过 也修了好久 然后呢 后来就投胎 又投了两次胎 这个呢 也对你有一些影响 就是你心里一想起这件事 就想哭 就是觉得 怎么会修行没修好 你看又做了 又 中间又做了几次别的 就是说 这六道又轮回了两三次 就是这个潜伏这也是 嗯 去聊一些缘 还一些债 啊 这这几次是 所以 这个也蛮辛苦的 所以你 因为你知道嘛 所以就会哭 但很快过去了 不怕的 都是好事情 都是善境界 第一是你说是修行过 第二你做的比较真诚 就是对情感啊 或者什么 你不善表达自己内心世界 但很真诚 就是你说也不知道 也不能把自己的需求啊 和内心的感受 完美的表达出来 然后呢 但是你比较真诚 所以念佛念得也比较真诚 就是对佛菩萨 或者什么 你就是那样 反正比较朴实吧 比较真诚 所以他就会感应 就这样子 就是善女人 善男子善女人 佛菩萨的加持力就过了 不怕的 你只要就这样修 随着时间就会恢复 没关系 就这样念 哭是个好现象 但不要念苦 可以的苦 但是 你说念的时候 他流出来 流出来就流出来 你不像傻子 你不现在啥也知道吗 你知道你是像傻子 像本事 没关系的 你不会变傻的 你放心吧 不如我用识字啥都不知道 与不识字 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不是说你识字就不傻 你不是说你识字就不傻 你识字就会傻 你识字就会变成同心 那不是 你就这样你能听懂 你能听懂就行 我们交流的时候 你出现的季节 那个语 不是说这个人学知识层面越高 说他这个博士 他念过大学或者是什么 他识很多字 他修炼就能比你好 不要看不起自己 不要把自己看低 你只要我看不起我自己 往下来 我看 这个也是 佛说众生平等 你不信吗 在本质上我们是平等的 要看到自己的佛性 你知道吗 你也可以成佛的 只要有些 因为对佛性 这我们是平等的 在本质上我们都是 只是我们执着变成这样了 他执着成那样 他就变成那样 他就变成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